好,我們今天是2019的Suit Walk 那我是GQ的時尚主編,我是凱文 在我旁邊這位是美國的GQ創意總監 Jim Moore 這次特別邀請他來今天跟我們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他特別有在注意每個人的穿著 那特別挑出了幾位對著他說穿得特別亮眼的 那我們就請他來稍微講解一下 我看到這個男人 他會做的一件事,我喜歡他 我喜歡他做的形式,他會變成一個 像是70,80的衣服 他還會尷尬的衣服 因為他會用這個衣服的衣服 和這個穿著衣服 他會有很高興的衣服 我會說我最喜歡這件事 是他會穿它在他身上的風格 為什麼他會穿得到一個衣服 他會穿得很順利 它是一種顏色的顏色。 所以有很多影響在這個一種顏色。 但它不看起來很像, 它看起來很像他想要穿它 但他不想穿它 他不想穿它 他不想穿它 它有很多架色。 我愛這套衣服的套衣服 跟它有一個緊張的衣服 因為你能穿一些衣服的衣服 但你不能穿全衣服的衣服 所以我喜歡這個衣服 在這裏有一個比較多的一種顏色。 很多時候我告訴別人 要注意一點點 因為它是第一種顏色。 我愛這套衣服 是他會把衣服的衣服 他可以坐在一間延長的衣服 他可以買一個賣樓 他可以買一個賣樓 但它是像他穿這個衣服 這套衣服 它顯示他 它顯示他更多的衣服 比他更多的衣服 我愛這套衣服 我愛這套衣服 這套衣服 每次你能穿一些衣服 穿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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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這套衣服 最重要的是 他會把衣服的衣服 它們會把衣服 一般的衣服 但它們會配上衣服 因為它們會配上衣服 因為它們會配上衣服 它們會比較像衣服 它們會比較像衣服 穿上衣服 連衣服 也會有些衣服 它們會有些衣服 它們會在衣服 它們都會有些衣服 它們是一部分的衣服 在衣服 穿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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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衣服